Angela Baby 自曝婚后经济独立?意外揭开女人会赚钱有多重要? 还记得去年9月,富比市公布的2017中国百名名人收入榜上,黄晓明Baby夫妇评级3.1亿,约计14.3亿元,等年收入,成为了中国最能赚钱的明星夫妇。 老公这么会赚钱,Baby依然在卖力工作,而接受采访时,更自曝不会把自己的钱交给黄晓明去投资,我觉得还是放在我手里吧,这样比较有安全感。 这一次,Baby破天荒的没有遭到群潮,反而收获了一批点赞。 有自己的事业和经济,凡事都能够自己自足,这样的新时代女性,多酷啊。 包可以自己买,我买的房子也只能写我的名。透明人曾经采访过这样一位富二代。 二十几岁的她不会为了买房而发愁,因为家里就是做房产的,闲着没事就买一架航母,身家二百多亿。 这样的男生,身边自然不乏英英艳艳,可是她从不送女生礼物,因为自己没病。 当主持人问她,怎么看待那些为了钱和她在一起的女孩子时,她说,理解她。 可是,哪个女生想要这样的理解? 还记得马苏的奋斗时吗,年轻时的她拼命拍戏拼命赚钱,都是为了买自己的房子,不再被别人骂滚出去。 而杨丽在节目中,曾被金星这样问道,如果你想给你爸妈买一套房子,你会跟刘凯威商量吗? 可她却说,不会,因为我买得起。 女生会赚钱,能够做到经济独立有多重要啊,因为人这一生能够用钱捍卫尊严的时刻实在太多了。 尽管世界还有许多不公,但越来越多的女性努力突破各种限制,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,不在乎其他人的言论。 她们不想谈恋爱,只想一夜暴富。 她们再也不必通过各种暗示,让男友给自己买一只一千块的口红,而是毫不眨眼的为男友买下一只价值不菲的手表。 她们宁愿在职场上披荆斩棘,逼自己去战斗,去变强,也不愿每晚可怜兮兮的在家等一扇不会开启的门。 她们不需要通过结婚来改变自己的命运,因为她们自己就可以成为豪门。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,简直就是天下最大的笑话。 每个女孩子都一定听过这样一句话,一个姑娘家的就算你工作再好,事业再好,都不如嫁个好男人。 于是直到现在,我们依然能听到这样那样的言论。 女人嘛,赚那么多钱干嘛,嫁个有钱人就好了。 工赚在高有什么用,嫁不出去这辈子就完了。 25岁的女孩子再不结婚,只能找二婚男人了。 可是女生真那么容易嫁得好吗? 如果你真的做了社会调查,说不定会得出相反的结论,嫁得好太难了,还他妈的不如老娘自己拼容易点。 事实证明,许多男性的思维还停留在我给你钱,你在家带还是天经地义。 在他们眼中,给妻子提供吃穿等物质保障,所以怀孕,带小孩,做家务都算是享福。 电视剧《离婚律师》里,有这么一段话。 我努力的工作,为的就是有一天当站在我爱的人身边,不管他富甲一方,还是一无所有,我都可以张开手坦然拥抱他。 他富有我不用觉得自己高攀,他贫穷我们也不至于落魄。 嫁个有钱人不如自己成为有钱人,女人只有在人格和经济都独立的情况下才能获得真正的安全感。 当你有钱了,便在也不会觉得男生向你吹嘘月入过十万有多了不起。 当你有钱了,你知道更好的人是什么样的,所以你不会被谁的高傲,死死的吃住。 努力才有资格结婚,不努力只能卖自己。 世界这么大,你凭什么想看就看。 还记得一位女教师的词之信曾火遍全网,简简单单的十个字,世界那么大,我想去看看,却成为了无数人心底的呐喊。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,人人都想一探究竟,然而现实横在眼前,看遍三千世界,首先你得有钱。 钱,对于女生来说意味着什么呢? 是看重的衣服可以不考虑价格,心情不爽的时候可以随便任性,也不用看别人的颜色生活。 是在这个快节奏的一线城市,看到钱包股的时候,内心有足够的安全感,然后去实现自己的失于远方。 如果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都太理想化,那么赚钱也是一个提升自我的过程。 你可以接触更多的人,学习更多的知识,应对更多的场合。 等这些东西一拥而上,占据了你的生活,你会在充实中最终发现,喜欢就买,不爱就走,全力以赴的自己真酷。 一个女孩,不一定得做到事业上的女强人,但一定得经济独立。 这样即使受了伤,也有自舔伤口的能力。 想来想去还是努力赚钱更靠谱,不然心情不好时,只能买两瓶啤酒一袋鸡爪子在路边嗷嗷的哭。 努力赚钱的话,就能躺在优美的山中温泉里敷面膜止不住眼泪。 努力赚钱我还可以去纽约哭,去伦敦哭,去巴黎哭,去罗马哭,边潇洒边哭,想怎么哭就怎么哭。 所以,女孩一定要好好赚钱,毕竟你喜欢的东西都很贵,想去的地方都很远,爱的人也超完美。 即使在婚后也要一直保持经济独立,因为有钱你才有底气,有赚钱的能力你才有未来。 女孩,祝你越活越富,祝你越活越酷。 本文经过授权请勿转载,看更多文章请到。 PTT01.CC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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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TT01.CC